民法第28条法人侵权责任规定了 法人对于其代表人在执行职务时 造成他人损害时的赔偿责任 法人对于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 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 与该行为人连带付赔偿之责任 解释 这条法律旨在确保法人对其代表人 在执行职务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并与该行为人一起连带赔偿受害人 依法人与代表人的连带赔偿责任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 这指的是法人内部具有代表法人行为权限的人 通常包括董事经理等 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 这意味着在这些代表人员 执行职务的过程中 对他人造成的损害 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损害人身伤害等 连带付赔偿之责任 法人和该行为人必须共同对受害人进行赔偿 连带责任意味着受害人可以要求法人 或代表人其中之一或两者 共同赔偿全部损失 例子 例子一 公司董事的侵权行为 背景 公司A的董事必在执行职务过程中 由于疏忽 造成了客户C的财产损失 结果 客户C可以向公司A和董事B要求赔偿损失 公司A和董事 必须要共同负责赔偿客户C的全部损失 无论这损失 是由董事B的行为直接造成的 例子二 经理的侵权行为 背景 公司D的经理意在与供应商A派卡弹合约时 因果施导致F遭受经济损失 结果 供应商A可以要求公司D和经理 以共同赔偿损失 公司D和经理亦必须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总结 中华民国民法第28条规定了 法人对其代表人在执行职务时 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确保受害人能够得到充分的赔偿 这条款透过连带责任的设置 使法人和代表人共同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赔偿 保障了受害人的权益